冰淇淋小貓們來聽故事囉 我也要丁 我也要丁 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不小心變成牠了 香香是一隻冰淇淋小貓咪 住在森林裡 牠每天都過得好開心喔 不過最近發現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哥哥好生氣 把積木摔在地上 爸爸很煩啊 一直在跟媽媽抱怨 媽媽想哭哭 叫小貓們最近不要靠在牠身上 牠不懂為什麼牠們都不開心呢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一天睡覺醒來 牠發現自己變成了哥哥 在打積木承寶時 積木掉下來 承寶都倒了 真的好生氣喔 牠知道哥哥為什麼生氣了 等牠變回來之後 牠跑去跟哥哥說 哥哥不再生氣 我要幫你好嗎 香香和哥哥一起完成了 積木承寶 哥哥好開心喔 有一天睡覺醒來 發現自己變成了爸爸 工作時遇到了好大的問題 工作時遇到了好大的問題 一直沒有辦法好好的完成 所以下班回來後 真的好煩惱喔 他知道爸爸為什麼煩惱了 等他變回來後 他跑去跟爸爸說 爸爸不樂煩惱 睡了我不能做到的事 但是我得幫你呼呼 爸爸聽了香香呼呼加油 爸爸好開心喔 在一天睡覺醒來 他發現自己變成了媽媽 最近不小心被三隻冰淇淋小貓壓到身體 好不舒服喔 常常痛到哭哭了 他知道媽媽為什麼哭哭了 等他變回來後 他跑去跟媽媽道歉 對不起媽媽 我怕得的不是對的 以後我們會問得不得爸爸 我的主人拉在你手下了 媽媽聽了香香的道歉 原諒了香香 媽媽好開心的抱著 或許我們不一定可以變成他人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詢問 你還好嗎 來了解別人為什麼不開心 同理別人的不開心 一起想辦法變成開心 今天的貓媽咪講故事 就到這裡結束囉 你最喜歡故事裡的哪個角色呢 快和你的爸爸媽媽分享 也歡迎到我們的FB社團 請只共讀學習室 來和你的冰淇淋小貓朋友分享囉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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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